HELLO 車友們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Toyota的RAV4 這一台算是4.5代 然後前幾天台灣剛上市的算是第五代的 這台的RAV4很謝謝車友們都很同場 因為前幾天也剛好安裝 那今天這位車友也是車友幫我們介紹的 安裝的版本一樣是道路版 車主的話其實這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連輪胎、鋁圈還有其他配件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這是17吋的原廠的圈胎 然後今天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這樣要輕一點不然聲音受不到 這一台是道路版 那前面的話我們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車主也稍微有做了外觀的改裝 很漂亮 KT的道路版 前面的話呢 RAV4我們也有附上座 我們附了一個上座 這台是18年款的 然後這台的12.0二輪驅動的版本 這裡有一個上座 RAV4的前面便宜其實相當相當的好菜裝 前面的話這裡有一個上座 那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裡就是可以調整軟硬 阻鈕的旋鈕 順時針的話呢 這樣拍得到嗎 順時針像這個方向 像這樣旋轉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KT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可以隨心隨意調整到自己想要的軟硬幅度 我們有附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變軟器的主體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介紹一下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畢竟這一台算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其實算輕 前面的話呢 配置的220長6公斤的彈簧 那車主的話 今天並沒有要把車高降低的需求 以RAV4來說的話 原廠的輪胎上緣 到葉子板的距離大概是8指幅 後面的話比8指幅更多 但是KT的話 道路板其實也沒有辦法像校舍一樣 降到上輪或者是很低的幅度 降到最低也大概還有4指幅左右 但是今天的車主需求呢 它要維持原來的車高 所以高度的話會跟原廠差不多 那RAV4的前面避震器 它一樣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裡跟一般的大多數的TOYOTA前面的懸吊系統 一樣都是麥花城的系統 這裡有一個離載蒜的固定座 它的固定點呢跟原廠的一樣 所以離載蒜的話呢 不需要換短的也不需要換強化的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蒜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另外的額外的費用來做改裝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當然這些以現在的避震器製造廠來說 這些都算是很標準的配備 那當然這些KT呢都有都有 那車高調整的部分呢 KT的設計並不是靠壓縮彈筒來改變車高 KT的呢它是統身可調 所謂統身可調 就是從這個腳管呢 把這個托盤懸鬆之後 它的腳管往上縮短 長度變短了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車高調高跟調低呢 它最棒的就是它不會影響到乘坐的感覺 那有一些比較低階的變性 它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那這樣一來呢 它調低的時候 它的彈簧是比較預載比較少的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軟 那調高的時候預載比較多 就會變得比較硬 而且能夠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 也會比較少 那KT的話 這些行程呢 都是可以調整車高的範圍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 就會比較廣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裡面的主寧友 一樣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寧友 意大利IP的主寧友 我們從意大利IP的一整桶進口來台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也好 還有使用的壽命都相當的不錯 那裡面的油封呢 最主要的油封還是使用的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壽命也是廣受好評 那KT最棒的就是我們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不論在任何的消耗品 譬如說這個防塵套 雖然我們防塵套也用的不錯 這個不是大陸製的 這是台灣製造的 但是呢 防塵套也好 或者是裡面呢 有一個緩衝的饅頭也好 這些呢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那這些消耗品呢 萬一日後用個兩年三年五年之後呢 如果有損壞的時候呢 KT都能夠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鈦換 上座的話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軸繩 上座其實也是消耗品 那這些消耗品如果壞掉的時候呢 也都是可以單獨做鈦換的 這個是 本身是工廠的一個小小優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是彈簧跟避電器分開的結構 那它的後面的彈簧 我們打了一個專用的彈簧 跟專用的調整機構 也就是俗稱的HILOKEY 這個都是專用的機構 那這個車高調整呢 為什麼會調這麼長 因為車友呢 他並沒有降車高的需求呢 所以我們把它調到最長的位置 葉大俠你好 後面正裝倒裝都OK嗎 是的齁 這台車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因為呢 為什麼要倒裝的原因是 它的上方的結構跟下方的鐵套規格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後面的統身呢 它基本上是正插的系統 那正插的話 不論是正裝 倒裝都可以 那為什麼這台車呢 要倒裝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下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鏡頭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地方 它的調整機構呢 如果在下方的時候呢 車主呢 就比較容易從這個地方 來做阻尼的調整 不用再 不用再把 車子撐高 然後才能夠 從這個地方 如果從這個地方做調整呢 就非得要趁 車子在保養的時候呢 才調整得到 那我們把它倒裝之後呢 它的調整方式呢 就會比較簡單齁 就比較輕鬆一點 就不用再麻煩計時 要把車高撐高 才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後面的安裝技巧呢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車友 就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到 後面的安裝 最主要的一個重點呢 還是在於 它的彈簧呢 千萬呢 不能預載過多 什麼叫彈簧預載過多 指的是 筒身 這邊的筒身 跟彈簧的兩個的匹配 所以我們如果這個調好了之後呢 筒身的長度 縮得太短的時候 那它彈簧勢必會預載過多 那這樣的安裝上的失誤呢 車友再怎麼樣去調整阻能呢 一定也沒有辦法調到好做的程度 另外也會影響到筒身的壽面 那也有可能會衍生出異音的問題 所以後面當彈簧跟避件器 是分開的結構的時候的 安裝技巧呢 就特別特別的重要 那這台車的 後彈簧的上方的橡皮呢 是不需要沿用的 我們KT就有附一個橡皮的 從這個地方 在HILOKEY的上方就有附一個橡皮 好 那我們鏡頭再拉回到 它原來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在這裡 原廠避震器的話 它這裡有一個原廠的上座 剛才有一個原廠的上座 剛剛有提到過了 不論你這台RAV4 也有可能是 三代的 那它的結構設計跟四代 其實是一樣的 避震器也都共用 可是萬一三代的年份呢 比較久了 也有可能車輪都大概快十年了 所以上座塞下來 也有可能壞掉 但是不用擔 你換KT的話不用擔心 因為KT呢 就有附上座了 所以即便它上座壞掉呢 也都可以 所以不用擔心 KT就有附上座 而且師傅在拆裝的時候呢 也比較簡單 因為不需要再壓彈簧 然後再把上座拆下來 所以在安裝KT的RAV4版本的時候呢 師傅的時間呢 就能縮短很多 那也比較不容易會有 需要釐清異音的問題 因為KT就有附上座了 那有問題當然是KT的問題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過了 它的後彈簧的上橡皮 這個上橡皮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的 我們KT呢 就有附一個上橡皮的 但是下方 後彈簧的下方橡皮呢 就需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它的 這個是後面它的統針 後面是 原廠的統針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 剛剛說的 板上的那個 我們北區的業務 葉大俠還有問到了 後面的正裝跟導裝呢 為什麼可以這麼 正裝跟導裝都可以 因為它的下方的規格 還有上方的規格呢 兩個呢 其實規格都是一樣的 所以正裝也可以 那倒裝也可以 那為什麼要倒裝的原因 就是因為 倒裝的話 它的 它的 阻尼調整 當然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 我們會 用倒裝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沒有沿 好 OK 那以上是 今天的那個 RACORE的 4電腦袋 4電腦袋 安裝的 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 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